好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要得到什么 你看 这个公式里面都是 储蓄量 储以时间 还有跟流量的关系 所以我把这两个公式呢 我们把 你看他们 h 跟 q 有关系 h 跟 s 有关系 所以我们就把他们 共同的 h 拿掉 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 把那个 s 呢 2sdata t 加 q 跟 q 所以我们就建立这个关系 等于说 我们要得到另外一个 叫水顾特性局限 就是 它单位时间储蓄量 跟流量 加起来这样的一个式子 跟流量的关系 好 那这个关系呢 就是什么 就是说 你有什么 2s 除以 data t 加 q 这个值 假如说 知道的话 你往这边一对 往下一对 就知道它流量 所以这个本身也是一个方程式 它这个方程式 只是用图形来表示的 那我们就有 这两个方程式 我们就可以去解出 水库的 那个水库演算 就是进流量多少的时候 它的出流量是多少 那这种就是所谓的水库演算 好 那这种就 那水库演算里面 我们是假设什么 水库没有闸门控制 就是水会直接溢流 就是出流量呢 会跟那个水位高度有这样的 就是说它的流量 q 会跟水位高度有这种关系 就跟这个是一样的 那你看 a 那会 a 我们知道底面积的乘移 就是 这个 h 呢 这边还有一个 h h 乘以什么 a 就是说 再乘以底面积等等 就是 比如说我们会有用这样的一个 厌流的方式来表示它流量跟高层 它流量跟高层 会有这个公式 好 那我们就 这个跟这个 好 那我现在要告诉你 就是说 怎么进行水库演算 利用这个公式跟这个公式 好 所以才是重点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个水库演算的例子 好 当然这个例子也是国家考试的题目 国家考试题目 有点像技师啦 忘记是什么 高考还是技师 好 那我们重点也是一样 偏向的是什么 观念 观念就是说 怎么进行水库演算 好 我们看范历石 范历石呢 好 我们把题目看一下 有一个水库 它有一个义弘道 就像什么呢 我们说台南像你知道乌山头水库 它就一个义弘道 水位超过某一个就这样流下来 那义弘道的流量呢 跟义弘道顶部 水位呢 它们的关系是这样子 当你的h是多100的h的1.5次方 等于q 这是义弘道里面流量跟水位的关系 好 那接着呢 它水位注意的蓄水的话 水位每上升一公尺 它的蓄水面积就会增加1.5 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到水库 它可能这个水库底部当然形状不是 不是像我们这个水库不会这样子 水库是它的底部形状有点像半T型 就是说你水位面积越大的时候 它上面的表面积就增大 因为你水库水越多它就往四面扩散嘛 所以它便给我们一个条件是什么 水库水面积 水库水面积的10平方公里 那只要你水位每上升一公尺 它上面那个水库的蓄水面积上面 比如说它是有点像什么 我们那种T型式的 就是说它的 假如这边到这里是底部 然后水位上升的时候它就往两边扩散 这样子扩散 就这样扩散 那这样所以呢 它这个T型式的容积的增加 所以在这里讲 你水位每上升一公尺的时候 水库面积就增加1.5 所以这时候你看整个水库面积 就是说它体积多少 我们说上底加下底除以2 就平均面积要乘以高 就是水库可以蓄水的体积 那释求呢水库为满水位的时候 下表示入流量通过水库后的洪峰量 就是说下表示怎么 这个就是入流率线 入流率线说时间0的时候流量是0 2的时候是500 4的时候是1000 然后6的时候是500等等 所以这个就是入流率线 我们要讲水库演算 就是大家看课本这张图 30页有没有看到那个 就是我们有 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 水库演算是这张图 我现在给你的 题目给我们就是入流率线 就是我给你一个时间跟流量关系 这个水是流进到水库的 那我们现在水库演算 它算出什么 这个 这个的出流率线会多少 这个出流率线会多少 我们就是要算这个 好 好 那这给我们题目就这样子 好 那你要算这个题目 因为是属于水库演算 所以你要第一个步骤 你要先算什么 你要先找到流量特性曲线 就是Q跟2s除以data t加Q的关系 就是这个白色这个 就是你们课本32页 32页那个第一张表 就是水位 就是流量第二栏跟第四栏的关系 你要建立 那你要建立这个关系呢 当然就是要建立这个表格 它这表格我们看 当然水位是0的时候 全部都是0 这边有好讲的 我们看第二栏好了 当我水位增加到0.1的时候 你看喔 我们的公司是什么 你看我们的公司刚才讲 这是下底呢 下底的底面就是10 每水位每增加1公尺的时候 它表面积就增加了1.5h 你看h等于要增加 那这增加原来这10再加 这个叫上部的底面 底面积 那这下部底面积 那你把上底加下底除以2 就平均的面积 平均的面积再乘以这个水位的高层 这个就算体积啦 就是你可以看一个立方体 底面积是10 那上部的面积呢 是10再加上增加1.5倍 1.5h 所以这是下底加上底 加起来叫平均除以2 叫平均面积 平均面积再乘以h 就体积 所以呢 这个可以写出来变成这样子 好 因为10加10 20除以2就是10 1.5呢 除以2就是0.75 乘以h 好 那我们看 我们水位呢 每上升多少 我们这边 因为他给我们水位 是每上升0.1 所以你就把0.1带进来 h用0.1带进来 好 那0.1带进来 所以0.75h 对不对 0.075 这个是0.1乘以16 这个就是每上升高度0.1的时候 他的储蓄量 那当然这储蓄量 我是放在PPT里面 因为我在讲义 没有很详细的告诉你 怎么算出第一栏 知道吧 我在讲义里面 没有很详细告诉你 怎么算出这个3下面这一栏 好 1.01 所以1.01就是这个 你看1. 因为四则五柱就1.01 他单位就10的六四方 好 那 那接着呢 我要从这个s呢 我 因为s呢 他本身只有储蓄量 他并没有单位 我要把这个储蓄量 除以时间 就有体积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的时间呢 我们是选用什么 选用1小时 你看下一个表格是2小时 对不对 0 2 4 6 8 所以我们选用2小时 那每一小时有3600秒 所以这个就是2s除以data t 我们data t的时间间距 我们下一个表格是采用2小时 好 所以这就2sdata t 那加上q q 就这个 好 所以呢 q呢 我们算出来是3.16了 这边3.2是四则五柱的 好 所以你加起来呢 就是28.02 所以你看 28.02就是283.02 283.02 283.08 当然就有一点点差距了 这些差距就是我自己在算的时候 好 所以这个只是想要告诉你们说 我们在做水库演算的时候 我们就要先建立什么 特性曲线 当然特性曲线很重要 我们在等下水库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又讲到特性曲线 好 所以这个观念 特性曲线在哪里 翻开课本第二章 在64页 水库里面每一个水库都有 高层流量跟容积的关系 高层流量 所以第二章又讲到这种特性曲线 好 这个水库它自己水位上升的时候 它里面储蓄的量 你要把储蓄的量处以data t 好 那这个表格 所以你看呢 你就要按照这边的公式呢 依序的完成这个 什么呢 第二栏 先完成第三栏 第三栏 然后呢 这个Q呢 这个Q是用这个公式 因为你知道水位的话 这个Q是这个公式 所以用这个公式呢 水位跟流量呢 得到第二栏 让储蓄量得到第三栏 然后呢 再把储蓄量乘以2倍 除以data t加Q 得到第四栏 好 那我们重点是24 24栏 好 那有这个之后 其实这是最难的 我们后面就没有那么难的立体了 都是很简单的 好 那接着要怎么看呢 你看这个公式里面 其实 我们刚才讲过了 好 那我们就开始要做水库演算了 水库演算是什么 我们有时间 0 2小时 4小时 6小时 8小时 0 这是我们的入流量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入流量呢 要去算出它的出流量 好 入流量算出流量 那怎么算 你看这个表格了 我们水库演算有什么公式 你对着我们课本那个公式 你看哦 课本 三十一页 三十一页 三十一页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 i1加i2 然后加上瓜糊 你看哦 i1加i2 加上什么 应该说 OK 我们看水库演算是这样子 这一个栏加这栏 这个加这个等于这个 我们看 对不对 你看哦 i1加i2 我们要看到三十一页 那个最后一个公式 i1加i2加上瓜糊 2s1除以data t 减q 这个加这个就等于这个 有没有看到 所以 你就做法是 这个加这个等于这个 好 所以你就 因为我们要算到下一个时间嘛 所以这个加这个等于这个 诶 就得到了 好 那得到了当然很顺利啊 那你说出流量是多少 你看哦 我们根据这个500 好 500里面呢 在这里你看 2s加这个 500的时候 500是不是在283.8 跟572.8之间 500在这边 所以这个呢 你就做内差 你看这边 从这边内差 你可以看哦 这边内差的话 我们看出流量是要多少 你看 283.8 然后 572里面 我们500在这里 那你对到这里来 你看它 因为500是不是很接近572 所以呢 我们的答案要接近8.9 用线性内差 所以你看它 它的7.9 等于说 你要画一个线性内差 线性内差 线性内差是 当我的2sdata t加q 等于283的时候 它会等于3.2 当我的2s除以data t加q 等于572.8的时候 它要8.9 那我现在呢 2s除以data t加q 等于500的时候 这是已经接近下面这个 所以它这边大概是多少 7.49 那种比例词 大概这样看 会看嘛 那个比例词 大概就这样子 好 那你说 我就得到这个出流量了 利用这个特性曲线 我得到这个7.49 好 那得到这个 我要做什么 你看喔 你是不是把这个 你把那个2s除以data t加q 减去两倍的q就是这个 你看 这边是加q 这边减q嘛 那你把这个减去两倍的q 就可以得到这个 所以呢你看喔 我们怎么得到这个 500 这一次喔 500减去2乘以7.49 就得到485 看出来 这个减去两倍的q就是这个嘛 你看 因为这边有加q嘛 你减去两倍的q就得到这个 所以呢 在同一个时间下 你看喔 我把500减去2乘以7.49 我就得到485.02 因为这个乘以2有接近15嘛 所以这边是485 好 那你说 为什么得到那么重要 当你得到这个的时候 同样的道理呢 你有什么样 这个加 这个你看喔 1500 好 因为你的注流量 注意看 你的注流量都知道 0 500 1500 那这个呢 这个加这个 会等于这个 对不对 这个加这个等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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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那所以呢 你就可以知道 我有i1加i2 1500了 1500再加这个 就等于1985.02 这个加这个等于这个 那从这个呢 我们再看我们这198多 你看喔 198多 我们的字在哪里呢 198多在这里 耳朵在这边呢 对不对 198多是不是 你可以看这点在这里 1985呢 1985是不是流量啊 在这里 所以1985呢 你往左边一对呢 它是不是叫53点多 如果内差的话 1985 好 所以大概这个的一半啊 大概一半 所以大概你得到流量是53.99 好 53.99呢 你把1985.02 减去两倍的53.99 就得到这个 好那你得到这个之后呢 你用这个加这个等于这个 它从这边再算流量 一直内退 好当然这是 一般来说这种考试 一般就是高考跟技师很喜欢考的 好我记得我那一次考水利技师的时候 他就考这一题 不是这一题啦 就一样这样水库演算 那你就是 一般算一个水库演算 大概大概要30分钟到40分钟 好因为他就是很烦 但你就要懂得他的观念 好那 那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个呢 如果你看后面的考题里面呢 就有一些水库演算的公式 所以后面他只会叫你说 你知道什么叫水库演算 水库演算会用哪些公式 目前水利会的考试都考这样子 那你会说 那这样我们为什么做那么详细计算 如果你懂大概怎么计算之后 你这公式就很清楚了 那这样他考试你就会回答了 所以基本上理论上 理论上的 他是不应该会考那么难的 但有时候也不一定了 因为就像去上一次的考试 考那个单位那些 那考那个就跟济师等级 不会比济师还要简单 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 好 那水库演算是这样子算是最难的 那第二种演算呢 叫河道演算 河道演算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叫马斯根筋 我们英文叫做马斯根筋 马斯根筋是一条河 一条河 那这是美国的几个工程师呢 他们在研究那条河的流量 怎么做渠道演算 所以他就得到一个渠道演算的公式 那这种公式你看 在105年水利会也考过 假如说我们看渠道演算 你可以翻开281页 281页 等于说水利会都会考一些观念了 你看281页 你往下翻 好他会考什么 他考问答题 281页 什么叫做马斯筋跟法 好那这样你就要大概描述它 它就第一个你要讲 它是一个河道演算的公式 然后你大概都要怎么算 所以可能就要把基本观念就是说 好那马斯根筋法呢 基本上呢 它也是用我们刚才的 什么水库里面那个收支平衡方程式 好再加上一个储蓄方程式 等于说 我们知道那个收支平衡方程式 就有两个位置数 好那两个位置数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说你要解除所有的量 你一定要两个方程式才能 才能找到两个位置数 所以呢马斯根筋 任何一个不认是水库或河道 一定会满着收支平衡 因为收支平衡是水纹里面 我们所谓的连续方程式啦 或就是那个质量不灭定律 好所以呢我们马斯根筋呢 要加上一个什么就可以算了 加上一个储蓄 就是储蓄方程式 收支平衡方程式 加上储蓄方程式 我们刚才储蓄方程式 我有讲过喔 储蓄方程式呢 刚才在那个什么 这个公式s等kq 在哪里用到 线性水库的时候 线性水库在讲那个什么 顺时单位立线的时候 nash的方法里面 他说我就假设水库里面呢 他的储蓄量s呢跟q 是有一个简单的关系叫skq 那但是呢 我们知道水来的时候 他不会那么简单 重锋来的时候 你看你们课本那个图喔 洪水来的时候呢 大家看他有那个 就是说上升段 大家看那个课本33页 上面那张图 他有上升段 洪水退的时候有退水段 所以你不能只有skq skq是代表下面这个 菱形的蓄水 就这一块 但是上面呢 因为水进来跟水退掉的时候呢 这个气型的蓄水呢 另外一个公式叫做 ksi-q 这叫气型的蓄水 所以呢你在河道里面的蓄水 要考虑洪水来跟洪水退的时候 你要他整个储蓄量呢 应该要把这两个相加 就是气型的跟菱形的加起来 所以呢我们就会有这个 好 所以说马斯跟金呢 演算法是马卡锡呢 马卡锡呢在1939年 在马斯跟 马斯金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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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河 他们就做那个水库流量的 不是河道流量 就算说得到的 所以就用那个河川命名 那他说我们的储蓄量呢 可以分为菱形储蓄量跟气型 你看这个叫菱形 那这个就气型 知道吧 所以我们就写储蓄量 S等于K 然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两个加起来 就K 这样子 那这个公式 那这个公式你要会写哦 因为考试有时候会写出这个公式 然后看你有没有写错 所以基本上考试就是说储蓄量 好 我们有这个公式 好 那我们说 这个公式 我们刚才不是在水库演算 要得到储蓄量的公式嘛 就是水库特性曲线 那你可以把这个看成说 河川的特性曲线 河川的话就是 S等于KSI加上1-XO 那你就可以解了 所以怎么解 我们看 好 那水库里面 就是这样子嘛 我们看水进来 水出去 所以我们就input 入流量 出流量 Q 那riding就是上升段 随便要上升 然后退水段 这样子 好 那我们怎么解呢 首先 我们根据我们的储蓄方程式 好 本来储蓄方程式就是 S等于KQ加上KS I-Q 那我现在呢 因为我们的计算跟水库演算 都要分两个时间 所以就先写S2 把第一个公式S呢 全部下标给它加2 然后呢 第二个储蓄方程式呢 S呢 下标给它加1 然后呢 这两个相减 S2-S1 就是K 然后呢 Q2-Q1 然后KS 然后I2-I1 然后-Q2-Q1 只是把一个S呢 变成两个时间 对不对 有S1 S2 然后呢 我把S1 S2-S1 就这个 好 但你们课本没有讲那么详细 课本就是 把你们33页上面那个S 把它分成两个下标 因为我们两个时段嘛 一个叫S1 一个叫S2 然后呢 两个相减就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有这个储蓄方程式 不是 收支平衡方程式 这叫储蓄方程式 所以水库演算的储蓄方程式 比较难 2S除以data T 加上什么 Q 那个你要做那个表格计算 那核酸的储蓄方程式就简单了 直接写出来 所以不用什么图 然后呢 完毕又怎么办 你就把这个带进来 把那个收支平衡方程 本来右边是什么 S2-S1的 就带到把这个带下来而已 本来收支平衡方程 有没有看到 我们收支平衡方程是 你在看那个什么 你看31页 31页你没有看到它的右边 它是S2-S1的 对不对 S2-S1 我们带到原来的公司 带到右边 然后两边整理一项 整理一项之后就得到Q2 等于C0I2 加C1I1 C2Q1 这是带进去之间 你只要 重点是你把它一项 什么一项 把这所有的Q2 你看 这边的Q2 还有这个Q2 放在左边 那其他全部一直在右边 这什么意思 把未知的放在左边 已知的放在右边 那当然这边 当然这三个C0 C1Q2就是 这里面形成的一个系数 所以C0会长这样子 C1会长这样子 C2会这样子 他们的分母都相同 分母相同 那实际上 这边还有一个特性 C0加C1加C2 加加会等于1 加加会等于1 这样子 那当然公司要不要背 理论上是不用背 因为一般 我们在考水利技师 或考那考试的时候 他是要叫我们去推导 那你只要熟悉 我是觉得不用背 可是不用背 那怎么办 如果说他刚才不是叫你 解释马斯根金吗 马斯金刚 那怎么办 你就说 好 你只要背这个公式就好了 你说Q2等于C0 I2加上C1 I1 C2Q1 然后C1 C2就是一个系数 有一个公式 然后呢 就是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时间点 T1的时候 我们有I1 I2 T1的时候 我们有I1 Q1 然后T2的时候 我们有I2 Q2 这样子 那因为I是Input Input我们都会知道 我们就要算Output 那个Q2 那Q1是我们会知道的 好 所以就这水库演算的概念 那从这概念里面 它不会很难 那我们就看一个简单的计算 好 例题11 那为什么我要做计算 因为它的计算 是比那个河川 水库演算简单太多了 好我们看这一题 算例11 34页 我们要使用马斯根金的时候呢 我们看这个公式 好我们看马斯根金里面 重点是你要把那个系数 C0 C1 C2 先找出来 当然就带公式 那我是说 这公式你不用背 但是你要看过公式 好不好 看过 它大概是这样子 人家把它公式给你说 你还曾看过 那你考试要怎么写呢 原来你考试 只要写这个公式就好了 知道吧 这公式 写Q2 等于C0 I2 C1 I1 C2 至少要写出这公式 否则 解释名字 差不多叫你解释嘛 那你如果很多人都不写出公式 你就没办法拿高分了 所以你要知道 什么叫核道水文演算里面 这个叫做 它是属于水文演算 不是水力演算 因为它只有用到 那个叫什么 收支平衡 它没有用到我们流力里面的第二个 叫动量方程式 如果用到动量方程式的话 就叫水力演算 所以这边讲到水文演算 水文演算 好 那我们说Q2等于C0 I2加C1 I1加C2 Q1 考试 我后面那个 题库 模拟题库都有写这公式 好 那所以它会给你C0 C1 C2的公式 那你要做就是把这个 场里面的系数是什么 K跟S就是它的参数 所以你要算马斯 那个马斯金刚的时候 马斯金刚的时候呢 他会给你这个K 你看他有没有给我们 K会给你 S会给你 好 KS会给你 所以你就把它带进来 带进来 那你看带进来 算出C0呢0.101 C1呢0.3889 C2呢0.5098 你要检查 怎么检查 C0加C1加C2 要等于多少1 这三个系数加起来叫1 所以你考试最好一个一个算 算完之后 若不等于1 这代表你计算错误 所以你要检验的点是什么 这边要检查点 C0 C1 C2加起来等于1 好 那你说 为什么等于1 实际上你不信 你可以把这个 你看 你把这个加起来 分母都一样嘛 所以分母 分子加三个加起来 你看 看一下就知道嘛 分子加起来的话 就会消掉了 所以确实就会一样 好 好 那我们看到 你已经有C0 C1 C2了 就告诉你怎么 怎么写 你看那个表格 这公式很简单 你看这表 我们的设计表格怎么设计 跟水库演算一样 我们这边时间是6小时一次 所以有6小时 12小时 18 24 30 这样 好就是每个6小时写一次 当然你这边 如果更好的话 你不要写30 你要写再从6开始 6 12 所以这边懒得这样写的 好 那我们看这是入流量 这是已知的 好那你看 怎么得到出流量 当然它6小时的时候 我们的Q1是60 它是给我们的 没有看到表格里面有给我们的 它这边10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这两个是相等的 好 那我们看这表格的设计是什么 这第三栏 C0 I2 加C1 I1 加C2 Q1 要等于什么 这个 对不对 三个加起来等于下一个嘛 这个加这个加这个 要等于下一个时间的 Q2 这样对不对 就是我们马斯根金的基本公式 所以你看 3.04 加3.89 加5.10 就等于这个 好 那你再回来继续算 然后呢 你当这个C0 I2怎么算 你不是有C0吗 我们看我们的C0是多少 我们刚才不是算出来C0 是0.10 你看 C0 I2 0.101 乘以30 不是3.04吗 看得出来吧 这个你说这个值怎么来的 这个值就把你的C0 乘以I2 知道吧 好 我们的C0是0.301嘛 C0 乘以I2 就得到这个 对不对 好 你前面不是有算数 你看那表格里面不是有C0吗 C0是0.101 0.101 乘以30 就等到3.04 好 C1 C1 可以I1 C1 你的C1是多少 0.388 C1 0.388 乘以10 所以变成3.89 88就变89 知道吧 那C2要乘以Q1 在这里 Q1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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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把C2 乘以右边这个10 Q2我们是多少 Q2是0.5 0.5乘以10 是不是0.51嘛 这个要乘以这个 好 那你说这三个算出来之后 3.04加3.89加5.1 就等于这个 然后呢 同样的呢 你说6.89怎么得到的 6.89要把 0.101乘以什么 68 对不对 就说这只是把那个什么公式里面 每一个值带到公式里面就好了 公式里面 好 那这个这样的话 你就会熟悉说 哎 马斯跟金 马金刚 他就是这样算的 好 他就设立这样的表格 好 那这样表格 你可以用这样去算 所以他真的不是那么难的 好 那 嗯 因为 考试里面 有时候会考解释名字 有时候会用简单的计算题 好 选择题会让你算 那我们当然 我们还在讲基本原理跟怎么算 那这样以后 你看到题目就会很熟悉 因为 你如果曾经真正做过计算题 你就会有感觉 你就会有经验 所以我们虽然 水库演算是比较难一点点 那马斯 马斯金刚 他比较简单一点点 比较简单一点点 当然不会很难 好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 嗯 我们 在一个大集水区里面 我们怎么进行水库演算 怎么进行渠道演算 那 其实上呢 在整个水温学里面 最难的部分 好像 就结束 但是应该还有一个地下水 也稍微难一点点 好 那大海上就是这样子 好 好 那接着我们就介绍一些 简单的观念呢 就是说 常用的电钻机模式 实际上水温的演算 本来就很复杂 那复杂里面呢 所以美国陆军工程师团 有一个叫 Hydroic Engineer Center 叫水温工程中心 Hydroology Hydrological Engineer Center 叫水温工程中心 叫HEC 他们就发展一个城市 那这个城市在我们台湾 很多的政府单位都在使用 那他的城市里面 当然他有分好几个版本 什么HEC-1 那他就有什么看 河川的 往流模式 然后有降雨进流模式 就是你降多少雨会产生 多少流量 那这些水温参注 可以从城市算的 那你可以做 连续的洪水流量分析 水库演算 或河道演算 然后做水坝的安全分析 然后你的流量跟降雨的关系 然后做洪水分析 防灾等等 这个功能有八大功能 那这个呢 HEC-1 Race呢 就是叫HEC-2 它可以做水面曲线 那这个是我们第三章 在水温 在渠道流动的时候 这一个 这有点像 第二个有点像明渠 明渠我们第三章会讲 那第三个HEC-5呢 是做目标水库里面的模拟 可以在模拟功能 像防洪 发电 水质 还有入流力线 出流力线等等 当然这个你就看看就好了 这只是告诉你说 真正在工程上 我们这些的理论 都已经被发展成软体 所以以后出去工作的话 基本上都是用软体来做 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要懂得基本理论 好 那我们水温呢 就剩下最后一个 降雨进流 我们少谈的哪一个 少谈的地下水 当然地下水是很重要 地下水也是 在我们这个水 在那个什么 水力学考试 也是一个重点 重点 因为他考了不少地下水 好 那我们先讲 地下水是什么呢 我们看 地下水呢 就是在地底下的水嘛 我们说水经过土壤 入圣以后到地底下会累积 所以你看 累积在地底下的水 所以一般地下水的定义是什么 只在地底 地下水面 好 这边是地下水面蓝色 以下的这些水 那在这水里面呢 这边有一个叫不透水层 那如果水有一个不透水层 水下的时候就会积在这边 那那边下面一个不透水层 那两个不透水层间的这个呢 我们叫做限制寒水层 所以考试也会考这名词 什么叫限制寒水层 若你的地下水在两个不透水层中间 若你的地下水 像这个下面的地下水 在两个不透水层中间 我们叫做限制寒水层 或居限寒水层 那如果地下水呢 它下面是一个不透水层 上面只有自由水位面 那这种叫非居宿寒水层 好 所以要先知道这两个 因为考试 但是我们在后面在讲很多题目的时候 有些人讲说 什么叫做限制或局限寒水层 那什么叫做非限制 那当这个我们在后面是有 假如说我们看这个名字 你看你们课本 三十六页三十七页 三十六页那个叫做限制寒水层 水只有在两个不透水层之间 有没有看到 三十六页的图 水是在两个不透水层 两个有斜线的中间 那叫限制寒水层 如果水呢 是在只有一个不透水层的上面 你看 这个水只有在一个不透水层上面 这个叫非限制寒水层 所以要先知道这些定义了 那当地下水是什么 就是土壤里面 我们知道土壤里面 有很多的空隙 那水就可以进到空隙 把它填满 那它把这边填满的时候 这边就变成叫地下寒水层 它当这种寒水层 这水是可以流动 我们是可以拿来用的 我们一年大概用了多少地下水 六十亿喔 六十亿很多 我们台湾一年需要一百八十亿的水 或一百九十亿 这一百八十亿或一百九十亿里面 我们至少要用到三分 六十亿 六十亿差不多三分之一了 三分之一 所以我们用的水有三分之一 从地下水拿出来的 这也是蛮惊人的 就是 所以你看我们真的抽很多地下水了 好 那先了解地下水的定义了 所以地下水 当然这是另外一张图了 只是你们讲义没有那么多 那我们再讲一下 这个就是限制寒水层 这叫自由 没有限制叫自由寒水层 那怎么讲呢 就是说除了你没有孔隙 这孔隙能够容许水在孔隙中流动 而且我们可以用什么 可以把这水取出来 我们挖一个井 可以把这居住寒水层的水拿出来 你可以挖一个井 把它地下水拿出来 因为我们说我们每年要用六十亿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有挖多少井 至少台湾有 应该是有几万座井吧 应该有几万座井 那因为我们很多农业工业 或农木业都要抽水 好 所以先了解地下水大概是这样子 当然地下水里面 它有地下水域面 如果说你抽 如果说你从这边 拘出湾水层打一个井下来 它水位呢 会怎么样 因为这边这个水位 我们按照连通管原理 连通管原理 它就那么高的话 你这边抽个水 它会这样喷出来 那种叫自流井 这是一个常识了 好 那接着我们就要看我们课本 这边地下水里面有一些细数 大家看那个 三十五页这边 我们要介绍一些名词了 所以什么叫寒水层 欧可佛就是 欧可佛就是寒水层嘛 三十五页地下水的那一段的第三行 寒水层就是水存在突然孔隙那边 你可以 突然孔隙那边可以拿出来的 寒水层 所以首先要知道寒水层定义 那寒水层呢 它有两种 它可以除蓄水 它可以传导水 水就可以在那边流动 所以寒水层有这两种功能 好 那 当然这边 那我们这边有 自由寒水层跟居住寒水层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在课本那个 地下水那边的第五行 还有在第九行 好 那接着要介绍的名字是什么呢 寒水层的除水性 那最近寒水层除有多少水呢 寒水层的除水性呢 就是我们如果说 由单位立方柱 水位变动 一个单位的时候的水量 叫做除水系数 那个考试也会考这个 除水系数 那你看这个除水系数 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边只用一句话 我们用这张图来看 你看 假如说 我这边 你看我这边 就是说 假设我这边有接一个管出来 我让这边 从这边降一个单位 降一个单位的时候 它这边跑出多少水 知道吧 课本只有用文字叙述 文字叙述 文字叙述怎么样 再看一次 这么叫 这个是 这个考试会考解释的名字 因为我们知道 水利会有一个考试 像刚才叫什么 什么叫Martin Gun 那他会考说 什么叫做除水系数SC 好 除水系数SC 就是什么 压力水头 或降一个单位水头 我这边降一个单位 假如说18 这边有18米 我降到17米 降一个单位的时候 这边会流出多少水 当然这降一个单位 你要看你水是在哪一种含水层 你看 这种是 什么 未居数含水层 就是说上面有 自己有水面的 那这个是居数含水层 这边是不透水 盐层 那在降一个单位 所以这样两个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虽然同样是蓄水数 真的你要知道 它降一个单位里面 你要分辨 好 它是什么 好 我们回来看 好 把这个讲 定义讲 把这一页讲完 所以 含水层的除水系数 是由单位方柱 变动一个单位的时候 的除水量 我们叫除水系数 那另外一个呢 含水层里面 因为除水嘛 所以我们要有除水系数 好 传导 地下水是会流动的 地下水为什么流动 水一定是由能量高 流到能量低 因为在高山上的水 地下水本来就水位比较高了 那水一定会往能量低流动 否则那你说河流的水 为什么会流动 就是水由能量高 流到能量低 所以这个呢 这种叫做传导性 那我们说 单位水头流过单位面积 含水层的水量 我们叫透水系数 那当然这透水系数是什么呢 这个有点像机械里面的 热传导 温度呢 都是由温度高 流到温度低 对不对 这一定是不灭的定力了 不会的温度低 流到温度高 水呢也是一样 一定是由高水头 流到低水头 所以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 你看到水呢 假如说这边的水头 这边的水头 只要水头比较高 这边水头比较低 然后呢它们能量 两个水头的能量差 是对它一起 所以呢 水就要从这里流到这里 所以呢我们就说 这种叫 地下水流动叫达吸定力 就是说达吸定力是什么 我们看水头的损失 除以流经的距离 在我们流体力 叫水力波降 水头损失 dataH 流经的距离L dataH 除以流经距离L 我们叫水力波降 那达吸定力就是说 水它流的速度呢 V会等于KI 就是说你的水力波降 越陡的话 水力波降越陡 水力越陡的话 你的流速会越快 流速越快 所以呢它说 流经饱和土壤的流力 是以什么 以那个什么 以那个水力波降 会成一个正比 V等于KI 这在地下水流动里面 很重要的观念就是 地下水在地底下流动有多快 那就是这种叫水力波降 那这种观念考试有没有考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 我们在那个水力会里面 我有把这题目放上来 我们看哪一年的考试 地下水还考蛮多的 我们看这第几年的考试 我们看一下有一题 等一下我们就会讲那一题 我们看第192年的那个什么 水力波考古题 它就考地下水里面 它流动里面流动的速度 就要使用达吸定律 达吸定律 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达吸定律 那我们就休息10分钟 我们等一下呢再继续看 地下水怎么分析地下水 水在地下水的流动是怎么样 其实它观念很简单 我想要介绍两个观念 用这两个观念就可以看 全部的地下水的流动的分析 好我们休息10分钟